我恨你 姚姑娘不肯收下 她说 这没奉沛本就不属于她 你先别介绍她 您想让她 假期 过去 你可要好好当差 别坠了我的名声 是 司西斯平常管的 都是些领袭柴探小事 为何要掉紫禁服过去 是 是谁要掉去司西斯啊 圣上口谕 即日起 孟尚时重回尚识局 仍官居原职 景大人 如此说来 尚识局便有两位尚识大人 尚识局下辖私善 私运私药私息私 责任重大 自太祖皇帝那会儿 便涉尚识二人 如今 不过是寻了旧礼罢 有何不妥吗 恭喜孟尚时 贺喜孟尚时 景大人 我很欣赏姚子军的处意 想将它留在私善私 您以为呢 孟尚时既是尚识局的掌势 一应人员 皆归你管束 你管她 检浪 你 我 你 你 靖大人 当初你可是亲口答应过我 让我执掌上诗句的 梦是霸道 素日连我也不放在眼里 我又怎会偏帮于她 此番圣上口谕 我也只是遵旨办事罢了 连皇后娘娘都厌弃的人 如何能见到陛下 难道是郭贵妃 这本官可就不知道了 靖大人 你想要置身事外 怕是也没那么容易 自我执掌上诗句以来 经手往来账目甚多 若是梦是重撞权柄 一旦清查起来 难免大人也会牵涉其中 你威胁我 不敢 好自为之吧 我早同你讲过 靖泉此人贪得无厌 也不该同他走得太近 当初我只是带掌上诗句 若不与他些好处 又怎么能这么快生人上诗 膳食要辱人口 不容半点疏失 身为刨厨 为了一己之私 放纵他人罪行 你还有什么资格至善 阿威 你从前不是这样 我记得你说过 可真可多 但你不会忘记做人的底线 现在的你 还记得你之前说过的话吗 底线 人只要跨出第一步 越过底线 那就是早晚的事 不过你放心 若真出了事 只我一人承担 不会牵扯到你 这是孝妻 善事简陋 请殿下见谅 皇爷从来都是对梵文入节 嗤之以鼻 不过 他若知晓 父皇如今整日 青菜豆腐 怕是乐意乐怀了 又不说话 看来 你真的很恨我 若世间能有人主宰我的命运 给我造成一生的痛苦 我必杀之 殿下言重 奴婢不敢 是不敢 还是不恨 总是有通天之能 也没办法让你母亲起死回城 那么 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殿下 时过境迁 我已无遗憾 我想 被皇室瞎骗过的女人 不可能再嫁人 出家 一祸是死 我都无怨言 我告诉你 不可能 我不会放你走 我不管你是姚子金也好 什么孙氏也罢 我再也不会放你走 远琪 不认识 远琪 殿下 拿眼带报到 是 别摆了 我不吃 你口口声声说不敢 不愿 都是借口 怎么 你现在变得这么担心 连句真心话都不敢说 是 什么 都是谎言 我憎恶殿下 憎恶皇宫 憎恶给我带来厄运的所有人 殿下 我恨你 若殿下不杀头 奴婢就退下了 commands 我不能 二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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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兄 二兄 感谢观看